情神父 你好 大家好 千佳好 今天我們問的這個問題 要問救恩嗎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救恩這兩個字 是否會很興奮 其實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是深信仰 有位朋友問這個問題 他清楚耶穌基督是因為人的罪 所以人間釘在十字架為我們贖罪 是否只借洗禮宣認耶穌是主 就可以得到救恩呢 如果救恩是指基督再來的時候 不管是生還是死的人都要受到公審盤 那時候是否才是我們所說的救恩時刻呢 還是救恩是一個統稱 就是想說明信靠天主就是得到救恩 我們先問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說法 他在問的是一頭一尾還是整個過程 這是好的 他問這個問題 因為聖經裡面講述很多有關救恩的事情 都有講述 你相信接受天主是為你而死 能夠更新你賜予你身生命有永恆的 屬於天主子女的這份福分 是轉化的那一刻 是一個救恩時刻 有這樣的指向 但是與此同時有意識到 就是一天未入到天堂一天都不肯定 是 但是又不是代表之前那些是白費的 所以救恩我們很明顯 統稱是一個過程 嗯 但是這個過程有兩個主角 一個就是天主 一個就是我們 OK 因為我們有自由 所以在天主來講 他有一份完全不保留的白白的 不是我們堪當的 賺不到回來的 的禮物要送給我們 是 但是這個禮物 不能夠硬失給我們 就像任何父母 要送一件事給子女 嗯 你想送他們就要了 是吧 就是說這個歲數 適如踩單車 我送一輛單車給你 嗯 就是有助理能夠學識踩單車 就是幫助你健康 但是那個小孩不喜歡起來 或者反叛起來 是有能夠毀了這個單車 或者甚至冷落去 甚至用來詛咒父母 嗯 就是人是有自由的 是 所以另外一個主角就是 我們自己 我們要甘願 救恩什麼時候 結出完美的果實呢 就是我們完全甘願 OK 那所以為什麼要有過程 就是我們甘願去接受 完全接受 接受活出 擁抱跟隨 嗯 你用很多講法去講 OK 因為救恩這個禮物 不單止說我要 因為救恩要有代價 是 就是救恩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禮物就是 你成為天主的子女 嗯 你活出你的召叫 你的人的召叫 真實的身份是什麼 就是 無保留白白地去接受愛 天主的愛 嗯 亦都願意無保留 無條件地去 有如耶穌愛我們 去先愛其他人 嗯 那我有時候是願意被寬恕 但未必願意寬恕人 是吧 即是你領受了洗禮 不是代表我突然間就 很願意寬恕人 是 或者很願意去行善 而放棄所有的惡行 人很抵死 很抵死 所以 傳統來說 神學上 我們有不同的字眼去描繪 這個過程的 這些不同的時刻 嗯 每一次 我們由最終 去放下我們的罪 白白地再接受天主的寬恕 由 第一次 由罪中 罪之中 由犯罪之中 即是第一次信 第一次信的時候 是 但每一次 我們信了之後 就可以反叛 所以我說每一次 每一次我們由罪之中 是 承認罪 放棄 投奔回天主 是 我們天主教就說 最好就是去辦告解 嗯嗯嗯 但是在辦告解之前 我都要承認 是 我都要有懺悔 是 我都要願意改 是 我都要願意領受 他給我回頭的恩寵 是 就是每一次我這個時候 都是一種的 某程度上一種的誠意 嗯 特別是第一次 是 特別是第一次 特別是 這個通常就 和領洗 應該有限接的 OK 但很多時候又不是 有時候 嬰兒領洗 那時候一塊飯 什麼都不知道 是 但去到某個位 第一次真的與主相遇 願意接受他為我們的主 和救主的時候 因為他 我真是想跟隨他 真真切切第一次 承認他是活記天主 活記耶穌 我要跟隨他做他的門徒 是 那個 那個就是 最完完全全的誠意 嗯 那誠意呢 真是一個moment 嗯 但是誠意呢 是需要 我去 就是要有承諾的 是 誠意就是 我自由地願意 我願意棄罪 我願意去跟隨 我願意去實踐 我願意去聆聽 我願意去韓服 嗯 你說而已 怎樣可以證明我真的 說那句是真的 嗯 就是能夠活到出來 嗯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的 練成了 嗯 一個磨難了 一個的鬥爭了 嗯 所以這個就是 回應的過程 嗯 怎樣回應 愛德 善功 不是賺取誠意 是因為我得到誠意 嗯 所以我要證明 我不是空口說白話 OK 嗯 這個也是在整個 舊熟的過程之中 嗯 舊熟的過程之中 即譬如 我是一個反叛的小孩子 但我終於有一天明白 我父母是愛我的 不是害我的 嗯 終於有一天明白 他為我多心痛 嗯 我願意開始改 嗯 不懷念一些過往的錯的日子 嗯 所以不容易 所以有個過程在這裡 嗯 也會反覆 可能我們覺得太難了 或者會有舊的思想出來 或者有些身邊的隱憂 令到我再跌倒 所以是跌電 壯壯一起一伏 嗯 嗯 所以有個過程在這裡 是 但是天主在這裡 所以他正在幫助我們 只要我們懂得呼求他就可以了 嗯 所以最終點是 一天我們未死 一天都要奮鬥的 是吧 因為真的我們知道 我們的自由是會濫用的 嗯 所以是誠意 有很多誠意的機會 嗯 但是我們如果不堅持 可能最後是壞的 或者是中途放棄的 嗯 所以什麼時候已經知道 真是滿存了救恩 就真的要死後去天堂了 OK 那裡就結成正果了 可以說 在那裡只是看結果 那你先不要把它切斷 OK 結果是積聚出來的 是吧 即是我不斷地去改進我的自由 嗯 的回應 OK 不斷地去跟魔鬼 引誘 世俗的錯誤的觀念去鬥爭 嗯 即是跟天主配合 是 即是兩個主角 所有事情都是 天主的恩寵 無比的恩寵 每天自由地釋放給我們 嗯 但是我要領取 是 我要回應 嗯 我要堅持 是 我要跌倒再爬起來 再呼求去 不要放棄 OK 那就是一生的跟隨 OK 當然不要只看難的方面 是有些地方是越來越容易的 有的嗎 有有有 我們習慣上 越來越走向善的時候 行善越來越容易的 噢 我們覺得惡是越來越討厭的 OK 會的 有些惡習會覺得 我都不明白為何以往那麼響善 我覺得現在是沒有興趣 沒有得益 沒有享受 嗯 有些會變成 以前是很困難爬不出來的 現在覺得 我一瞄都不瞄一眼 嗯 有時候會覺得幫助人 好像會跟隨計較 或者都不覺得那麼好 現在你說 是很棒的 嗯 即使是別人完全不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感恩的 是 有些人會經歷到這些 在不同層面 OK 有些當然不是每樣都容易 但是有些是會容易做的 嗯 還有那個喜樂 深一層的喜樂 是大了的 嗯 我們越傾向回應得多的時候 是 OK 好 接著就有第二個部分 他說在 他就說到舊藥時代的人 他說那些人已經死了 那是不是已經 去了天堂 就是天國 享福 然後呢 他們才是 等待基督再來的時候 才叫做 真是獲得真正的救恩 這個你要澄清一點 不要說舊藥 所有 以往已經死了的人 我們先前 即是我們說的是信主的人 是的 即不是所有舊藥的人都在天堂 舊藥都有一些 是至今度樂 到最後都拒絕天主 是的 即使耶穌未來之前 他們的良知 很多其他的 無論你什麼背景傳統 就算不是猶太人 你沒有聽過天主這件事 天主無處不在 就算透過其他宗教信仰 當中的善 真善美 都會其實是天主的反應 天主的信息 所以大家心中有數 天主不會容許任何人 意外地 不知道真善美是什麼 OK 不會 最終知道有個邀請 是知道有些是不對的 是知道有個選擇 是知道有什麼地方選對了 那些地方是知道明知故犯的 這些事情都是良知的審判 OK 即是我在說 當中的審判當中 那些人最終都是擁抱了真善美的 那些人耶穌死後復活 其實是釋放了 其實那些人是不想去天國的 所以這些人已經去了天堂 是 所有死亡的天主教相信 是活於天主之前的 當然有些是需要煉靜 即是未完美 所以所謂的煉獄 其實他們已經朝向天堂 是 所以先不說這件事 就是在說最終 所以這個在個人當中 我們死的時候 我們相信已經有一個的審判 即你已經知道我終極的取向 原來我終極的取向是做天主的 你已經知道清楚了 所以是傾向著天堂 可能有些人需要煉靜 那也有些人就是煉靜完了 或者不需要煉靜 因為在世上已經有很多的善果 所以天主就說 你已經煉靜了在世的苦難當中 或者在世的犧牲服務之中 你已經煉靜了 所以我們天主教就稱之為聖人 即是我們封聖的人 就是他已經煉靜了 在世的時候 當然死後的煉靜也都會完結 這些人已經在天主面前 已經享受珍福了 所以就不需要等到世界末日 最終結的時候 耶穌再來的時候 正開始完美的得救 已經在享受著 OK 那最後是他們會發生什麼事呢 為這些已經在享受著天堂的人 就是最後他們的肉身會復活 嗯 這個是不是作出來的 耶穌多次說的 是 就是我們肉身要復活的 是 因為人呢 其實天主創造我們是 靈魂肉身是一體的 是 所以沒有了肉身 現在在天上的靈魂 是不完美的 不完全的 是 是 是欠缺一塊 某種上是殘廢的 OK 是 是 其實是 其實是 很缺陷的 嗯 但是耶穌許樂就是 最終 我們所有肉身要復活 嗯 所以他們復活的肉身 超似耶穌復活的肉身 是 不受 腐朽 不受死亡 不受痛楚 不受 甚至 在實質的左隔 所限制的 即可以穿牆 可以 可以 不會是我們一見到肉身的 應該肯定 嗯 我不去說太多這些 因為其實很多都是喘策 是 但是 教會肯定的就是 這個真的是你的肉身 即不是一個截然不同的肉身 嗯 但是又有截然不同的質素 就是耶穌復活的肉體 是耶穌的肉體 嗯 但是我們看上去 那些門徒 在某些場上 有層面的形不出 也好像不同的 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相信那個靈魂的 神聖 那個光榮 是 所謂的靈魂的光榮 會光榮化了身體 OK Glorify 了身體 令到身體升了層次 嗯 所以是同一個 同一個人 是 但是升了 就是這樣 升級版 升級版 OK 超強化版 是 就是這樣 好 但是當時真的會怎樣 若夢在若夢一書那裡寫 就是 將來怎樣我們不知道 你明白嗎 將來怎樣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只知道 所以我們肯定就是 我們將會超自天主 嗯 OK 好 那今天時間到了 今天在這裡 多謝情神父 去解答了救恩的問題 多謝情神父